今天單刀直入 播完前奏歌曲就直接進來 我想大家看到分數也看到發生什麼事 這個消息對大部分人來說 不是真的認識我 人應該也挺突然的 剛剛還在拍影片 直接進入主題 這次是個人理由 要暫停這條頻道的運作 放心 沒有人投訴我也沒有任何法律問題 純粹是個人理由 我要停止這條頻道 其實我已經做了一年 沒有感情是假的 有很多朋友也有人支持我 就算是批評我也覺得是善意批評 例如這兩集的聲音 聲音太大 我都覺得是 整體也是這麼大聲 但這只是一個意見 大部分人都很善意 我覺得這裡也很開心 真的要感謝各位 一直以來都支持這條頻道 我開始看到第一 feuct 有很多人都懷疑 還算是深нес 大概是我們沒10 scrc 500他說你說 WAS 500個訂閱一年 沒有想過這麼多 可能是500個訂閱 Telegram 絕大部分 当然 500先前的認識我 全 BigB 絕大的部分人有點不認識我 可能是找人 plugins Tablering 或其他人 有沒有太多噏 那麥克風 這條頻道 絕大部分是先前人認識我的朋友 200個真的保持著閘閘追的 真的沒得定 預計不到是效果 其實這麼多人支持我這頻道 是我一直堅持拍片的動力 保持著這麼多人看我才有動力繼續拍下去 這份滿足感你們給我 我實在真的很感謝你們 想回當天為什麼開這頻道 其實純粹只是想幫助別人 剛才過到來過得很薄 很想將這份經歷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過到來不要太疼 我拍片的技術比較好 比第一集看起來都挺有勇氣的 現在六個音樂大家聽我說話比較順暢 再數十多二十集前 都幾多一剪 今天都好很多 多謝你們 其實將自己的兵券 最初開的頻道就想自己的兵券 帶給大家 用一支好像盲工足的身份 令你們來到 沒那麼辛苦 我相信你們看也有機會會來 希望希望我這條頻道 這麼多集以來接近四十集 真是幫到你們 其實這段錄音之前 其實我本身也想著有幾個題目 要講大 不好意思 沒辦法說 上次片尾有提過 稅制這件事 VAT、PRSI、PAYE、USC 真是不好意思 上次片尾講了會出 而且我猜都應該幾多人看 某程度上我已經準備了一部份高 但真的完成不到 另外之前也有提過 歷史的一集片尾 其實也有提過 上港二千年外善難經濟起飛的原因 都是完成不到 本來我還有一集想說 說回考車 又講考車 為什麼呢 之前這麼多集說考車 為什麼呢 之前這麼多集說考車都提過 其實我一直考不到那牌 但是錄這條影片的時候 之前就已經考到那牌 想想著把考牌過程 支持後其他事情 有什麼要準備 什麼要做 告訴大家 但是真的錄不到一條片給你們 但是可以說一說一說 看一提 那天考牌 記住考官是坐在左手邊 它是拿著一部iPad iPad正常來說 它是不會掀起的 它一掀起 即是跟你在畫交叉 那我那天 轉了兩次回旋處 都看到它掀起了iPad 咦 什麼事呢 我進回旋處的問題 立刻想想 在第三個回旋處之前 就想到一點點 改改自己的手勢 第三次真的沒有再拿起iPad 幸好 那一刻我是聰明 記住一件事 它拿起iPad就等於有事 你眼尾收到 它拿起iPad 自己省省的問題 我那天 就是在回旋處裡 輕輕收油 其實是沒有車的 回旋處裡面 我輕輕想收少少油 我一收它 就拿起iPad 靠差我 我之後第三次 沒有收油 照顧 就沒事了 看一提 小貼士 總之看到它拿起iPad 就不該省一省省了 好啦 這個頻道 愛爾蘭這個題目 其實是我第一次做的youtube 給了很多經驗 我在做片的過程中 其實自己也學了很多東西 它本身是愛爾蘭的知識文化 亦都因爲這件事情 其實我自己也認識了很多地方 亦都認識了不少朋友 在這裏 這些是我賺了 雖然現在突然間要停 那也好 大家的反應大部份都很正面 各種的滿足感 真是多謝大家 是你給我的 長氣了少少 最後一集 容許我多說少少 最後一句 多謝各位 有緣 再見